Hello大家好,我是鲍鲍鲍鱼,今天我们来玩穿越火线HD,什么,鲍鱼你也玩穿越火线,对啊,怎么了,不能玩啊,其实这一期视频啊,我前两天就想发了,但是前两天根本就没有时间,所以呢,我就把这期视频放到今天来了,这个游戏啊,其实在之前很早很早的时候呢,是有过测试的,但是测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关闭了,然后中间又隔了很长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现在他又再一次进行测试了,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来看一下他这一次测试,更新的哪些东西啊,模式的话,这边有挑战模式, 当然呢,这挑战模式还是即将上限,还有一个是杀海生存,这个杀海生存啊,好像是吃鸡模式,我们先看一下动画啊,你看,是不是很像吃鸡,创意火线又吃鸡游戏了,感觉还不错的样子啊, 这肯定啊,这一看就是吃鸡模式的,不用猜了,这百分之百是吃鸡模式 诶,这个地图有点熟悉诶,那个什么黑色沉浸脑好像是啊, 一下子冢 mole,我们看这儿给我们的衣服,哎呦,这嘿,没什么呀,这个厉害还不错的, 我尝试能惟我们的衣服,这位线一乎衣服就会有点战模式, 我们这边那边说你们看,这体感觉是合理的, 吧,这摆一ettes艺人的衣服, 我们真正可以复杂感走的, 这是一看一看, 这个继续是当碍权、 不there, 没有发动, 这个人们的喜爱, 这个动画怎么这么长啊 放完了 即将开启 目前是不能玩了 只是给你一个动画片看看 先掉你胃口 然后这边是经典玩法 经典玩法会有很多的模式 什么爆破 团队竞技 幽灵模式 什么都有 像什么幽灵模式 爆破模式 团队竞技模式 我们这些都不用去玩 因为大家都了解玩法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这个生化模式 在之前的测试版本 生化模式 只有一张地图 是最左边的荒漠古迹 现在测试版中 它新增了两张地图 一个是寂静村和生化酒店 没错 这个生化酒店 就是穿越火线一代的 那个生化酒店 所以呢 我们荒漠古迹 就不匹配了 我就匹配这两张新地图 生化模式动画 和刚开始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是一样的 也是这种 它这个生化感染就很奇怪 它不是那种感染 反倒是像变神的感觉 好 进入游戏了 这个生化酒店啊 就是 穿越火线一中的生化酒店 一模一样的 目前这个模式 好像是有什么强化的东西 昨天有事情啊 我是没有仔细的去玩的 然后我就匆忙离开了 OK开始了 我为了玩生化模式啊 我就特意买了一下这个枪 我手枪没装啊 我手枪往里装上去了 我只有这把机枪 哇塞 穿越火线 HD的这个酒店 它是这样子的 好多钱啊 来来来来 我们先上去啊 哇好卡呀 哎呀呀 在我后面 What the fuck 哎呀你 我都没准备好 哎呀 大家看啊 这个人类目前是强化状态 僵尸可以强化 人类也可以强化的 如何强化呢 在游戏中 天上会突然掉下一个 叫强化仓的东西 你们要去抢 这个强化仓只能用一个 要么僵尸 要么人类 只能用一次 人类用的话 就会变成超级战士 一拳一个僵尸 太强了 僵尸强化 基本上没什么用 还是人类强化比较强 很好 很好 我这一次没有变僵尸 想当年啊 我们玩生化模式的时候 是不是都站在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有当年的感觉啦 是不是有那种味道啦 突然有那么一种 曾经的味道 是不是 墙旺舱出现了啊 但是呢 我不想去抢 因为有点危险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这儿吧 怎么瞬间就被感染了 嘿嘿 找不到我 嘿嘿嘿 哎呦我去 普通僵尸啊 用右键可以进行一个小强化 但是这个小桥啊 没什么最后嘛 一下就被打死 哎 旁边刚好有个强化仓 哇 超级强化 看我这个肉身 我看看我这个强化能坚持多久 哇哇哇 人类强化也太强了吧 根本打不过 太菜了 我们换一张地图啊 寂静村 哇 直接开始休息了 哎 这个寂静村就是那个嘛 这个寂静村就是寂静村 但是这个寂静村的风格怎么像工厂一样呢 根本不像村 哎呀呀呀呀呀 哇塞 差点被抓 我要死要死 我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这人类马上就剩下三个了 我去死了也太快了吧 啊 不行 这夹瓦仓来的太慢了 哎 他们这是怎么上去的 哦 哦 这样子的是吧 这个东西还能上升下降 下降的话就没了 笑死 这张地图啊 比较好躲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但是这个人也太多了吧 我们等会儿过去啊 有人变了 变了两个 好了好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了 哎 他们这个地方好像也不错哎 还会移动的 这张地图名字叫寂静村 根本就不是村 这哪是村啊 寂静工厂啊 差不多 准备好 强化仓来了 这里有一个 哎呀 哎没兴趣 哎呀哎呀 惨了 哎呀 什么都没了 Oh my god 哦呦 没了没了 太难了 抢这个强化仓也太难了吧 不行 我一定要抢到一次 强化仓来了 我要拿一个 耶 我拿到了 哈哈哈哈 钢筋铁锅 来了 嗯 哎呀 怕我了啊 小子 你怕什么呀 啊 哎呦 我终于抢到强化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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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连环拳看到没 打爆僵尸 哈哈 哈哈 菜鸡僵尸 你还想跟我斗玩 哇 哇 几乎全是强化人类 僵尸怎么玩 如果人类啊 在这个地方的上面 这个装置把它破坏掉 是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打下来的 哎 你看打下来了 哈哈 他们一脸懵逼 嗯 这个东西也会下来的吗 这里有个模式啊 是急速突围 这个急速突围 我们在上一次测试的时候 已经玩过了 这一次呢 也就不掩饰了啊 如果不知道的小伙伴 可以等这游戏正式上线的时候 可以体验一下 或者说看我上一期测试的视频 我们来玩一下刀战模式啊 这一张刀战地图 你们猜是穿远过去的一代中的 哪张地图 其实我也忘记名字了 等会你们就知道了 你们看啊 这个场景开始倾斜了 上面的水漏了出来 这个应该是某一个潜水艇里面的吧 哈哈 哦 全部都掉下去了 哦 哦哦哦哦哦 会不会摔死啊 哇靠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一个平台开始形成了 这是哪张地图来着 我记不清了 哎 对 就是这个 看 然后下面会充满水 到时候 现在应该可以下去了 下面有水了 原来这个地图是这么来的啊 以前在穿越火线一代的时候 就直接是这种形状的 然后穿越火线HD的时候 就赋予了一个故事 哇 水开始满了 哈哈 干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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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啊哈 这边还有一对一模式 我看一下一对一模式是干嘛的 单挑模式吗 不服单挑 哎 对对对对 这个游戏啊 如果说正式版上线之后啊 有哪些人觉得你是挂 或者说很不服 那这个模式呢 正好不服单挑 呀哈 刀战 真的好像很拽的样子 哇 他等级好高啊 可能打不过他 哎 哦 我没为了达到 哎 我走这 来呀你 哎呦 都没打到吗 Oh my god Oh my god 惨了 真的惨了 我要死了 哎 没想到吗 哈哈 哎哎哎 怎么回事 这个怎么回事 会抖动啊 会有什么地方塌掉吗 啊 哦 这个地盘会减少的 看到没 这一次单挑地图是老街 冰天雪地图啊 是刀战 老街这个是什么模式呢 老街是枪战啊 而且还不知道 人在什么地方 这人在不停地开枪 哈哈 这人是什么鬼 在乱开枪了吗 这直接暴露你的位置了 OK Let's get it on 啊 哈哈 哎 想不到吧 啊 What the fuck 也太快了吧 赛点了 OK Move out 要不然我阴他 我打算阴 哈哈哈 EV还有一张地图 超市 我们来匹配一下 有哈 喷子战 不是吧 get moving 哎呀 哎呀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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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我一跳 好吧 我们今天的穿越火星HD就玩到这里吧 目前这个游戏是第三次测试 现在所有的内容都是在测试当中的 并不是代表最终版本 很有可能有些东西会有很大的改动 但不过我觉得穿越火星HD还算蛮有意思的吧 至少我会玩下去 但不过我不会经常录这个游戏的视频 我只是会在线下的时候玩玩这个游戏 你们觉得这款游戏怎么样呢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区一起来讨论一下吧